没想到在美台商会长发文 公开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买下台湾吧 如果想买做做小岛应该买下台湾 会长认为台湾地区处于美国外交政策 所声称的战略模糊下 联合国美国或任何的G20国家都不承认台湾 而实际上根据国际法 美国在奥战击败日本后 对台湾可以有合理主张 因为日本曾在当时控制台湾 并割烂了所有征服的领土给美国与门军 会长指出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中国开放 并通过一中政策 但美国没有完全地让台湾独自面对 随后1979年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 誓言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将捍卫台湾 这样的模糊政策操作持续了14年 直到特朗普总统完全改变 不但直接地与台湾地区总统蔡英文交流 并允许他正式地召发美国 还授权对台出售主要武器给台湾激怒了中国 大陆有意愿对台打持久战 将台湾一点一点的吸收 因此特朗普不如在加码下注卖下台湾 因为台湾在全球GDP中排名22 是美国第11大贸易伙伴 在科技化学以及工程等领域包有联先地位 同时具有地缘战略地位 让一片冻土的格林兰岛行三行建筑 他最后还称如果美国买不下台湾 也应该在来不及这么做之前 基于台湾自由贸易 以及特殊身份移民待遇 这么做对美国的经济有帮助 对于海尔的论调 台习政院长舒贞昌回应称 台湾是台湾人的土体 我们不卖 台北市美国商会立即地发声明称 他们与台湾美国商会并无关联 但商会亦不变 对海尔先生的言论多多做的评论 随即台湾美国商会招起地 原来与诈骗团伙有合作关系 台湾美国商会的官网显示 2018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该组织 其实是被列为了诈骗集团的 台湾民政府的合作单位 会长海尔另有身份 位于美国的公关公司的总裁 自称台湾民政府是其客户 台湾民政府由林志生 于2008年2月成立 三年后在农地新建所谓的中央会馆 对外缓称 美国军政府将把台湾的政权 交换台湾民政府 台湾为日出美战等 他们还通过了美国公关公司 购买了十段鱼板面 在今晚因照台湾民政府得到了 联合国 居气 居二林等 国际组织承认的假象 2018年7月 桃园地检署收查林志生 屋于桃园的豪宅 依组织犯罪 加重欺诈取材 西千等罪名起诉了林志生等流伦 林志生被起诉后 海尔立即的展开了媒体宣传 呼吁解除对他们的起诉 并在台湾民政府的赞助下 美国节目 声称台湾民政府就是的客户 美山痴心万想 痴人说梦 不过此说却成了台北政坛的话题 网上也有不少人关注 充斥着奇想怪论 海尔认为 不同于格林兰岛 由另一个国家丹麦控制 台湾处于美国外交政策 所称的战略模糊 根据国际法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日本 对台湾拥有合法的主权 海尔呼吁特朗普采取行动 否则大陆将取得巨大的胜利 海尔建议美国 卖下台湾对抗大陆之前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建 在台北与蔡英文建民时称 台美关系除了长久以来 在商业和战略上的伙伴外 现已拓展到其他领域 未来台美将共同携手 休憩与共 共充共荣 海尔的买下台湾 与墨建的共充共荣方式不同 但怨心是一样的险恶 虽然也都是痴心妄想 吃人说闷 因为中国人不会答应 美国也无耻能力 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来就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 美国要买台湾 大陆人民不答应 台湾人民也不会答应 买台看路这种想法 不仅不可能实现 还会加剧中美之间的对抗 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向发展 美国连买格连兰岛 都不可能如愿 还论台湾 台湾美国商会会长得满脑霸群思维 不知量力 卖下台湾之说 一点都不高明不显示 只是一折笑料而已 其实特兰普2019年 就成公开的呼吁 要想当买购买量 展现他对买岛的兴趣 买格兰背后的理由 可能和战略支援有关 也有可能是特兰普想在任内 达成某种长期的政治遗产成就 在格林兰明确地拒绝美国想买丹麦的 海外自治领域 格林兰岛的计划后 特兰普还不实行 据报道 特兰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中大型的房地产交易 华盛顿可能还会与丹麦坦塌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库德洛当天也说 我不想预测结果 我只知道 总统经于房地产收购 但是他真想买下格林兰岛 特兰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对他的政府来说 收购格林兰岛不是头一号紧急的事情 但这是我们讨论过的事情 他承认购买格林兰岛有战略意味 华盛顿可能也会就此事与丹麦谈一谈 特兰普认为 卖下整个国家都是没有问题的 他表示 这只是一中大型的房地产交易 丹麦应该对出售格林兰岛很感兴趣 因为每年向格林兰岛投入的7亿美元 对丹麦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于是同时 库德洛在接受采访时也透露称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他正在发展之中 我们正在观察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的走向 在节目中 库德洛还提醒了主持人说 多年以前 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 也称考虑购买这个面积为 216万平方公里 其中80%的土地被冰窗覆盖的岛屿 根据库德洛的说法 丹麦应该将其出售给美国 因为丹麦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格林兰岛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他们有很多珍贵的矿场 对于美国想购买格林兰岛的想法 丹麦首相对此回应称 格林兰岛是非卖品 将其卖给美国的想法很荒谬 格林兰是非卖品 格林兰并非丹麦所有 格林兰岛属于格林兰 我强烈的希望 这不是认真的 此前 特兰普曾多次地询问其顾问 美国能否购买格林兰岛 该岛为世界第一大岛 物与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 是丹麦的自治领域 在其他人讨论 格林兰岛丰富的支援 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时 特兰普老有兴趣地倾听他们的谈话 特兰普还要求其顾问 研究这个想法 这一消息被爆出后 丹麦多位政界人士出来表态 美国这一想法实属好笑 但卖钱首相拉尔斯也表示 这一定是愚人节的玩笑 完全不合适 格林兰岛制制政府 外交部也对此进行了回应 我们欢迎生意上的合作 但我们不卖格林兰岛 英国卫报评论称 美国想要购买格林兰岛的想法 并非充熟万象 美国1917年 卖下了单属西印群岛 并将其命名为 美属乌尔金群岛 德国新闻电视台称 特朗普的话虽然赤耳 但说明了格林兰岛的战略意义 给丹麦及欧洲敲刑了警重 同时台立法机构 新一届的明代陆续展开了咨询 出现涉及主权的多个问题 叫嚣台外食部门要成立中国师 望称美国应该和台湾建交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发酵 未来蔡英文的第二届的任期十分头疼 要在台外食部门设置中国师 处理大陆香港澳门的业务 或是成立统战部或内交部 并将台陆委会并录 以避免与大陆不对等 这种无脑的言论 立即的引发到内舆论困难 不仅台媒批评他装有无知 嘴炮无敌 台湾网友也纷纷的嘲讽 像华众取宠 偏偏又是草包一个 至暴气端 又要开始搞证明了 真是没事干 软民100分 经济零分的民进党当局运民贷 最近台立法机构的质讯 一些立法激进的日营民贷 纷纷地聚焦敏感议题 让民进党当局 面临着去中国化的压力 民进党当局 真的可以守住底线吗 若稍微不小心 回答过头 让这个议题炸开 蔡英文恐怕也很难收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